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青草霞米佛手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佛手 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去掉里面的纸 接下来把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小条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六斑大蒜 先把它拍扁 再切成蒜末 一根小米胶切成小米胶圈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大约30克的小虾米 把它清洗干净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蒜末爆香 再放入小虾米一起爆香 炒香 炒香之后放入佛手 把小米椒也放进来 把它翻炒均匀 翻炒大约一分钟左右 然后倒入2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倒入200毫升的清水 差不多可以了 加入一些胡椒粉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清炒虾米佛手就做好啦 清炒虾米佛手这样做清脆多汁 营养非常的丰富又好吃 不喜欢蔬菜的人都会多吃几口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